好的 今天给大家带来喜马诺山地或者gravel后波的阻尼器保养教程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的就是它的专用润滑纸 当然其他后眼的也可以 然后呢 我们需要用两毫米内溜角 把固定阻尼器外壳的三颗螺丝拧开 所有的喜马诺阻尼结构 在它的山地10速 11速 12速 包括gravel的11速 12速它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教程适用于几乎所有的这个喜马诺的阻尼器 好 我们打开后盖之后就露出了它的阻尼结构 可以看到啊 它这里有一个调节机构 我们可以通过上紧或者放松这个螺丝来调节后波阻尼器的这个大小 好的 接下来我这边是通过用内溜角 然后插入它这个外面包环的缺口让它放松 从而它这个里面的这个阻尼器就掉出来了 我们需要的是用这个专用润滑纸 它是一个粘度比较高的润滑纸涂抹在这个圆环的外表面上 不要涂在内表面 一定是外表面 对 均匀的抹上一圈就可以了 好 我们再把这个圆环压进这个 最外面的环里面 好 我现在把它安装回去之后啊 大家会发现有个问题 就是这个阻尼拨杆一点力道都没有 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就是它的那个拨杆那里 我们可以看到啊 大家仔细看一下 它有一个缺口 它那个缺口是在上面的 这个方向不对 所以我们重新调整之后 它那个缺口在下面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 现在当我们打开阻尼器的时候 它的明显有一个力道来卡住你 这样的话 它就能够压紧那个外面的环 从而使它的这个后波阻尼增加 OK 好 我们还剩最后一步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防水胶圈 我们最好也在这个时候把它润滑一下 我们把它取下来之后 可以用润滑纸 也是均匀的把它涂上 然后涂上之后把它安装回去 最后再上紧三颗固定这个阻尼器外壳盖的螺丝就可以了 整体来讲的这个 喜马诺阻尼器的保养还是比较简单的 它相比苏联的特点就是苏联如果是type3的这个阻尼器的话 它想要保养的话得得拆解开 拆得很碎 一般人是不适合去做这项工作的 除非你很有时间 喜马诺这个的话 我大概记录一下 5到6分钟就能完成一次保养 而我这个我是大概骑了300多公里 大约跨度时间是10个月 然后我会保养一次